海域A片配音熬出頭 白痴捏哭三個月 百別李國修 切完辣椒之後 真的 不要用手去摸 眼睛 因為真的很痛 很痛 好痛 好痛 不能因為放暑假就晚睡啊 聽到要做到 你說要跟我去菜市場 你也吃不完 我剛剛在菜市場遇到 九號塔嬤 還有九號 你怎麼不叫啊 哈哈哈哈 31歲演員白晴怡的人生 就跟人格一樣很分裂 她還 我還有配過日本的A片 然後是台語版 你不要這樣啦不要啦 就也要跟著叫啊 這樣 三千款很多耶 別看白白瘋瘋癲癲的 對劇場可是有滿腹的熱情 一畢業就到李國修創辦的 屏風表演班工作 從導播助力到被想中演出 沒想到恩師卻因大腸癌 撒手人寰 在家哭了三個月 因為我幾乎臉書也都沒有發文 然後朋友聚會也都沒有去這樣 那個時候我們就有一群 就是從屏風結束之後的 女演員們大家都覺得說不行這樣 我就成立了一個 大明星戰鬥營 真的就叫大明星戰鬥營 然後也沒有錢租什麼排練場 就在我家然後把那個沙發這樣撥到旁邊 然後就在客廳裡面做表演認識 還會弄到吵架 然後可能哪裡有什麼事 就是進去互相通報 我有遇過一次是我的學員都有去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試上過 試上的機率高嗎? 其實不太高耶 其實也是有過 可能就是幾個月這樣子 而且不能滑臉書太可怕 因為你的朋友們大家都在開鏡啊 然後自己想說 欸我在幹嘛 騎腳踏車 就是合體狂飆 然後自己聽耳機然後哭這樣 我會自己一個人去吃燒肉 我不會讓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蹤 如今拜拜發展順利 還有女子睡覺的行片上門 還參與不少電影演出 但一想起當初拍劍王村時 是 我很怕雞 因為我是真的是怕到鳥飛過去 我會有點腿軟的那種 甚至還有人跟我講說 你要去看心理醫生 如果你這麼怕 放在你的手 在那個當下一口答應 雞是溫溫的 我很像拿一個雞皮的包包 但她也很怕拍完 把那個雞放在地上 轉身就哭了 那天我有寫日記 我就寫說 我好像可以理解 心雅為什麼有一次在GQ的封面 穿C字 你好想要那個機會 你想要把你自己做好 那你敢吃雞肉 敢啊 吃都 我喜歡活著 對 活的 蘋果的新聞是 記得自己幫我出來的 支持 它跑得更好更快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